各位 这一次我们面对非常远近的考验 我也没有想到从2018年一个国两个州议席 我们在去年变成两个国两个州议席 可是呢 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的马六甲州选 马六甲赢回多两个州议席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副总会长林万峰代表党赢回这个州议席 另外一位就是魏喜胜州行政议员 我们今天有两国四州 各位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这是荣和州的州选 我要跟大家说 荣和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州 是我们的堡垒州 我们不能够失掉我们的意习 所以 直到昨天为止 马华保住了15个参选权 各位 我要告诉我们的元老 告诉我们的华社领导 也告诉我们的党员 身为总会长 你必须想想 你去谈的时候 上一届15席 你一席都没赢 比起有党 他们都是赢一席的 所以 当我们说在任何的谈判 包括西蒙 包括其他政党的组合 就是要拿出你们的真本领 各位 今天马华公会 好不容易得到15席的参选权 我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让马华在走火州必须得到零的突破 而且不能够只是一席 我们要提高到更高的一席 各位 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过去的光辉 这是所有党员的一个责任 这一次我们推出来的人选 三分二是新人 对于这些新人的圈告 大家必须悉心学习 毕竟党内有很多资深的 他们有的是经验 希望大家能够悉心跟他们讨教 这些资深的党员 希望你们能够扶持这些年轻人 他是我们党的代表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胜出 所以这一次最年轻的27岁 也最资深的60岁 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 一半左右的候选人都是40岁以下的 所以各位 对于这些获得上阵的候选人 我要预祝你们成功 记得到你们各自的选须去的时候 我们的组织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珍惜我们同志之间 尤其是他们未党几十年 我很有信心 这些老党员会给我们支持的各位 我也有信心 这些过去在509 没有给我们选票的人 他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他们懂得怎么做的各位 所以好好去争取每一张选票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荣活州如果我们突围 他将会鼓舞我们马华工会 在第15届全国大选 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好不好 大家为了这一场马华的生死战 大家承诺 为党为我们的候选人加油 给他们打气 让我们党能够再创高峰 好不好同志们 为了这个党 为了国阵 国阵是一个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政党 在荣活州 国阵的领导 千分布万分布 也告诉华社 我一定要看到 有马华的代表在政府里面 他们这么希望我们要赢得一席 各位这一次 我们真的是要有零的突破 我们要更多的议席 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的 对得起我们的这一个祖先 对得起我们创党先贤 这个党必须万古长行 马华工会未来才能够呢 更有希望我们踏踏实实的走 我们不会花大饼 我们也不会的成为金空之鸟 我们只懂得为了华社 为了马来西亚更美好的未来 马来西亚加油 马华加油 国阵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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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